雲林縣一米二十一歲的女駕駛 今年九月才剛考取汽車駕照新手上路 沒有想到昨天下午四點多 她在超商外停車時 誤把下車當作油門踩 整輛車憧憬超商 店家落地窗全毀 幸好沒有傷到其他客人 一輛黑色轎車整台衝進路口超商 超商用餐去旁的落地窗整片被撞毀 轎車車身幾乎一半都在店裡頭 車子的引擎蓋上也全是碎玻璃 超商裡頭的座椅被撞了東倒西歪 造勢女駕駛當場嚇壞 超商外頭目前已經先用木板 將落地窗整片補起來 轎車衝進超商 驚悚意外就發生在雲林縣陡南鎮 九號下午四點半 一名二十一歲的歐姓女駕駛 開著家裡的車子 到新一路的便利商店準備消費 她將車子停在用餐區外的停車格 沒想到一時不慎 將煞車當油門踩下去 整台車就這樣 衝進超商 要踩煞車啦 不小心把它踩到油門 才會發生交通事故 沒有受傷 根據瞭解 肇事的歐姓女子上個月才剛拿到駕照 一次是新手上路 一時緊張才會釀貨 還有當時用餐區附近沒有其他客人 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超商業者也將提告毀損罪 要向歐姓女子進行求償 記得方忠誠雲林採訪報導 就到你們了 多謝呦 到你了 我們下期見